花开花落自有时 缘去缘来总有因 大家好 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 三十年前 我刚生完孩子 身体虚弱昏昏欲睡 没有注意到 李勇抱着女儿 悄悄离开了医院 等到我发现的时候 病房里哪还有女儿的身影 我苦苦哀求她把我的女儿还回来 她耿着脖子 一个小丫头骗子 留着隔应谁呢 她轻蔑地 好像只是随意地扔掉了一只小猫小狗 看着她一副 你能拿我怎么样的表情 我果断去报了案 在同志的帮助下 她总算是交代了女儿的下落 天寒地冻的 女儿刚刚出生 身上就只包着个小宝贝 而且距离她被扔掉 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 等我找到她时 她小脸冻得惨白 我甚至以为她要活不成了 我赶紧将她送到医院 抢救了三天三夜 那段时间我煎熬难当 天天求神拜佛 就希望我的女儿能够平安无事 在那个年代 弃英是常有的事 所以对黎勇只是做了个简单的批评教育 写完毁过书就给放了 以黎勇的尿性 她肯定不会就这样算了 为了保护女儿 我下了狠心和她离婚 离婚 老子用了一头猪 才把你娶回来 你倒好 嘴皮子一碰 就是要离婚 想得没你 于是我背着女儿在工地上搬砖 一有时间就上街捡瓶子 只要是能来钱的东西 我从来不嫌脏嫌累 那段时间 我累得瘦成了皮包骨 终于凑了两千块钱 李勇这才松口 离婚的时候 他是怎么和我说的 离了婚就是陌生人 以后不许出现在他家门口 他怕女儿连累他 还写了一份断亲书 从女儿出生到现在 他没出过一分钱的抚养费 他以为女儿年纪小 不记事 要来糊弄他 可是我张红梅带大的女儿 能让他糊弄住了 早在女儿记事起 我就告诉他 他的爸爸是怎么把他 扔进了垃圾桶 我为了离婚 他又是怎么趁机压榨我的 在别人家孩子 吃着甜筒辣条的时候 女儿已经被我养成了 心性坚韧独立的性格 她会思考 有自己的一套逻辑理论 从不被外界的声音干扰 她很优秀 才三十岁的年纪 手底下就有了好几家电商公司 甚至上了我们当地的新闻 在我们这一片 可以说是父的流油 我靠着女儿 过上了父家老太太的日子 李勇是看女儿长大了 出息了 要来摘桃子了 想得美这句话 我放还给她 果然 在李勇带着调解员 冲进房门之前 女儿抵住门口 这套房子是我妈名下的 我妈可和你没什么关系 你敢闯进来 我就去告你个私闯民宅 女儿说得轻飘飘的 调解员善善地说道 什么私闯民宅 小姑娘说话忒难听 我们可是为了你好啊 你没有爸爸 都不知道多少人背后说你闲话 现在你爸爸回来了 况且他都已经知道错了 一家人哪有隔夜愁不适 你听婶子的 不要倔 以后和你爸好好相处 女儿不耐烦地发了翻白眼 怎么 让我认个爸不够 还得给我搭上个婶子 这么喜欢乱认亲戚 不如你给他领回去供起来 让他给你当爸 调解得脸顿时憋得通红 李勇健壮 赶紧拍着大腿哭了起来 造孽友 你连亲生爸爸都不认 你这孩子怎么就能这么狠心 在他们身后 摄像举着相机凑到跟前 把李勇凄惨的模样录了下来 镜头一闪而过 正好是女儿一脸冷漠地 看着坐在地上演戏的李勇 女儿不再理会他们 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这才转过头 对着我笑嘻嘻地说道 妈 你快去收拾行李 今晚我们就出发 自从女儿从医院抢救过来以后 我就成了虔诚的佛教信徒 后来我一直想去看看 传说中的佛教圣地 布达拉宫 我早早就做了攻略 这次叫女儿回来 是为了远我去拉萨的梦 没想到会碰到这种糟心事 不过随着火车轰鸣声响起 那些令人恶心厌烦的人 也被甩在了脑后 经过了两天一夜的长途旅行 我们总算是到了拉萨这个神圣的地方 我们去朝拜了释迦牟尼像 去了药王山打卡 去了光明茶馆喝茶 悠闲又肆意 我把行程记录在社交平台上 然后看着女儿安静沉稳的模样 不止一次庆幸 在李永遗弃了女儿后 毅然选择了离婚 我们开开心心地游玩了两天 在这里感受着西藏人民的风土人情 到了第三天 我带着女儿来到了布达拉宫 这所带着浓烈的传统色彩的宫殿 屹立在眼前 我心里陡然升起一股肃穆之情 只是还没等我闭上眼睛 感受一番这股悸动 就听到了一阵刺耳的声音 张红眉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不让女儿赡扬我也就算了 还拉着她出来游山玩水 你以为这样我就拿你们没办法了是吗 然后她指着女儿 对着四周大喊 大家快看看 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自己吃香的喝辣的 却一分钱都不肯掏出来养她亲爹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早知道当初就是把你设墙上 都不该把你生下来 李勇的贺骂声 在这一片庄严肃穆的宫殿乍然响起 李勇是个操人 哪里懂得什么是信仰 他自顾地抱着粗口 引来了四周虔诚信徒的不满 我已经看到有人举起了手机在录像 紧紧皱了皱眉 有什么事出去再说 女儿挡到我的身前 挡住了四面八方的恶意 她没有理会李勇无脑的叫骂 只是护着我出了宫殿 一到了外面 我就迫不及待地甩了李勇一巴掌 李勇 那你脑子有病是不是 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你在这里闹事 想不到李勇这个泼皮无赖 居然顺势躺在地上 装腔作势地呻吟着 我气得扬倒 又恶狠狠地踢了他一脚 然后拉着女儿就回了酒店 真是 好心情都被毁了 没过多久 我的房门就被敲响了 两个同志站在外面 是李勇报了案 张红梅女士 您将李勇先生打进了医院 现在他控告您恶意伤人 请你和我们走一趟 我沉默了 这别独子 人事不干 倒是挺会钻法律的漏洞 女儿显然也没想到 李勇会来这招 他想了一下 才开口问道 李勇有没有说怎么和解 和解可以 但是李勇先生 要一千万的赔偿金 并且要求张宁宁女士 尽到赡养义务 我吓了一跳 一巴掌外加一脚 就要一千万 李勇还真是敢开口 我正要理论 女儿却一口答应下来 好 我可以尽赡养义务 但是一千万的赔偿金 要看他的表现 把人送走后 我才点着女儿的脑袋 咋的 你真要给那老不死的养老 你有多少钱够他霍霍的 真不怕他把你血吸得一滴不剩 那不然呢 真让你去里边喝茶 你放心吧 不就是尽赡养义务吗 一个月给他几百块钱 也是尽了义务了 不然你以为我 为什么不直接给一千万 女儿敷着面膜 轻飘飘地开口 难怪人家都说 奸商奸商 你这小丫头骗子 简直就是奸商头子 女儿眼睛顿时瞪得溜圆 我这是为了谁呀 您要实在渴得慌 我这就给您送进去喝几天 我陪着笑 给他捏着尖 哪能呢 我的乖女儿 才不舍得我受苦 听说李勇在知道 女儿答应了要赡养他之后 高兴地吹了瓶白酒 可是他忘了 这是在高原上 他的身体都还没能适应过来 在他得意忘形地吹着白酒的时候 高原反应来得迅速又激烈 一下子就给他干翻了 人倒是救了回来 只是眼邪嘴歪得不像人样 听到这个消息时 我和女儿已经从拉萨回来了 我正躺在别墅里的露天阳台看电视 李勇就迫不及待拿着调解书找上门来了 哪怕嘴歪眼邪都盖不住他脸上得意的笑容 那个调解员跟在他屁股后面这里摸摸那里瞅瞅 眼睛好像都不够用了 我说大姑娘 你们娘俩住这么大一个房子 现在你爸回来了 你可得好好孝顺他 孝顺两个字 调解员咬得极重 好像孝顺了李勇也能让他沾上光似的 女儿瞥了两人一眼 淡淡地开口 您放心 这可是我亲爸 我还能亏待他了 赡养费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我这就给您拿过来 两人嘴巴这才咧得老大 眼睛都眯缝起来 调解员高兴得连忙硬喝 我就说你这大姑娘是个孝顺的 哪能自己吃香喝辣 却眼睁睁看着亲爹受苦受难的 女儿从卧室里拿出钱包 掏了薄薄一叠纸币递了过去 两人的笑意僵在脸上 调解员瞬间拔高了声音 你这是打发叫花子呢 这几百块钱连吃饭都不够 真是越有钱越抠门 大几千万的身家 就给几百块打发亲爹 传出去叫人笑掉大牙 调解员声音尖锐刺耳 女儿却扑斥一声 笑了出来 露出上下两排大白牙 阿姨 您说的不对 我打发给叫花子的钱 都没这么少的 李勇连忙出声 可是他歪了嘴 说话不清不楚的 急得口水顺着嘴角流了下来 没办法 他只好挥动着手上的调解书 调解员见状立马会议 对 你们可是签了调解书的 你可是答应了要赡养你爹的 你们今天要是不给钱 我们就报警 给你妈抓起来 到时候没有个大几千万 我们可是不同意 女儿忽然就沉下脸来 几千万 你们可真敢想 你们要是识相就赶紧滚 别逼我删你 两人气得手都在发抖 还想耍赖皮 我叫来保安把他们赶走 几个保安人高马大的 一出现就把两人吓得屁滚尿流 笑话 这可是女儿为了解决他们 专门去请回来当打手的 但是这还不够 为了以防李勇再作妖 女儿和我商量 决定先发制人 告他一个遗弃罪 虽然时间间隔了三十年 已经超过了追溯时效 但是可以先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去谴责他 等到李勇作妖的时候 也方便让一些头脑清醒的吃瓜群众 了解来龙去脉 我们还找来了当年负责案子的两个老同志 请他们录制了一段视频 当年找到女儿时 那奄奄一息的凄惨模样 他们也是见过的 当年他们可没少骂李勇烂心肠 要不是制服在身 都恨不得上手把李勇揍一顿 现在知道 李勇想凑上来敲诈女儿 他们气得鼻子都歪了 一口就答应下来 果然 如我们所料 李勇很快又出了想出了新招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 他们不知道去哪弄了个账号 控诉女儿不尽赡养义务 甚至在他上门时还安排保镖给他赶了出来 他们放出视频 女儿站在别墅门口冷漠地发号施令 衬托出李勇弱小可怜又无助的模样 这一波打下来 女儿瞬间成为了众矢之志 林海首富拒绝赡养亲父 使其老年孤苦无依 生活潦倒 因为女儿影响力巨大 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 同时也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 他们勒令女儿履行赡养义务 李勇这个人自私自利又贪得无厌 我和女儿商量了一番 把家里都装上监控 然后把人接过来 放到眼皮子底下 先把眼前的情况解决了 同时也好抓住李勇的辫子 这一次 李勇雄啾啾地进了门 羊手挺凶的 活像一只斗圣的大公鸡 调解员跟在他后面 看到我们还得意地冷哼一声 不是 我都把我爸接过来了 你一个调解员还跟着干什么 谁知道调解员无视我们 大摇大摆地走到沙发上坐下 调解员只是我的工作 李勇可是我男人 这男人在哪 我肯定就在哪 原来李勇早就又新娶了老婆 只是这个老婆脾气泼辣 又有娘家人撑腰 就算她生不了孩子 李勇也不敢给她脸色 这下知道了 李勇有个闺女飞上了枝头 成了林海独一份的巨拨 自然是跟着巴巴地闹上门 不过这样也好 不然我还不知道 怎么对付这两个不要脸的狗男女呢 女儿显然和我想一块去了 毕竟有人的地方才有江湖 之前他们凝成一股绳 齐心协力 想要破开家里的大门 但是现在进来了 总不能眼巴巴地 看着另一个人吃香喝辣吧 调解员金秀健 我们对他的登堂入室都没在吭声 仿佛是遇见了自己将来呼风唤雨的日子 得瑟了起来 这日子越过 还真是越有意思了 那就买几条大金链子庆祝一下吧 金链子吗 平民百姓谁不爱的 我和女儿去了商场 几乎把店里的金链子都包了起来 财大气粗的模样 直接把李勇和金秀看呆了 等回到家 女儿翻出来十几条最粗最大的金链子 挂在了李勇的脖子上 直接把李勇的头压折了下去 金秀在一旁 看得眼睛放光 亮晶晶的 爸 之前是我不懂事 您别和我计较 今天这些 就当是我给您赔罪了 毕竟当年 您做了这样的事 我心里是有怨对的 但是金秀婶子说得对 一家人哪有隔夜愁的 以后啊 咱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 李勇哪见过这么多金子 现在又全都挂在了自己身上 激动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虽然他已经嘴歪眼斜的 就算说出来 我们也听不清 只见他那张老脸上 兴奋地扭曲起来 金秀在一旁率先憋不住了 你这孩子 有孝心是好事 但是你爸脖子都压弯了 看着都累人 我先帮你爸把这些收起来 等等 这些是给我爸的 看在你是我爸合法妻子的面子上 我只答应让你住进来 没说你可以碰这些东西 他又转过头对李勇说 爸 这些东西是我单独买给您的 你可不能送给这个女人 要不然我可就伤心了 女儿泪眼汪汪地看着李勇 仿佛是一个渴求父亲关注的小女孩 这精湛的演技都可以去当个演员了 我站在后面 憋笑都快憋出内伤来了 金秀气得脸都绿了 恶狠狠地瞪着李勇 仿佛要吃人的模样 李勇色缩了一下 取下大半交给了金秀 女儿见状伤心地捂着嘴跑掉了 我和女儿躲在卧房里 忍不住哈哈大笑 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 我们了解到了李勇这些年来的遭遇 原来李勇在和我离婚之后 就又娶了个新媳妇 就是金秀 她上一个丈夫早早就去世了 后来她遇上了李勇 李勇虽然不甘人事 可生的皮相确实不错 她半片半诱惑地和李勇领了证 金秀家里好几个兄弟 他又是家里最小的 备受宠爱 向来泼辣蛮横 刚开始的那股劲过去了 李勇开始受不了他的刁蛮 打了他一巴掌 谁知金秀立马回家摇人 给李勇打了一顿 李勇嚷嚷着要离婚 又被打得半死不活 之后 金秀一不顺心 就拿李勇出气 李勇被打怕了 也不敢反抗金秀 到现在 两人也算是过了大半辈子 因为我们的放纵 李勇和金秀越来越嚣张 大几千的燕窝参汤 像水一样喝着 人也养得越来越娇贵 非山泉水不喝 非五常香米不吃 吃穿用度 比我和女儿两个人加起来都还要多 俨然比我们更像这个家的主子 每天拉着李勇出门逛街 活脱脱的一个爆发户 有了钱的支撑 金秀越来越泼辣 性子也越来越古怪 不过他始终害怕被我们扫地出门 有火了 只能朝李勇身上发 但李勇在女儿的鼓励下 也逐渐开始反抗起了金秀 在金钱的加持下 金秀难得地选择了忍气吞声 女儿开始变着花样地讨好李勇 带着李勇去寻遍了名医 总算给他嘴歪的毛病治好了 这段时间 李勇和女儿的感情 可谓是直线上升 再加上女儿拍马屁的功夫 只把李勇夸得是天上有地下无的 李勇被夸得飘飘欲仙 就在这个时候 我领了个小鲜肉回家 我和小鲜肉腻歪的模样 彻底刺激到了两人 张红梅 你真是个老不休的 一大把年纪了 这小伙子一看 就比冥冥还要小 你竟然也下得去手 金秀羞红了脸指责我 我女儿都没说什么 你还急上了 人这一辈子就这一次 找个小鲜肉玩玩怎么了 我钱多得花都花不完 想怎么玩怎么玩 最后 我一有所指地逆了李勇一眼 我才不会像有些人 明明有着大把的钞票 却整天怕这怕那 就害怕被黄脸婆不高兴 李勇瞬间激动地 占红了脸 仿佛打通了任督二脉一般 目光忧深地看了一眼金秀 显然对金秀 也是颇有怨言 回到房间 我给女儿打去了电话 我和女儿分析着局势 我已经在李勇心里埋下了种子 就等着这种子生根发芽了 但是还得需要催化剂 金秀和家里那几个兄弟感情好的不行 如今金秀疤上了我们 难免会想法子 帮衬他家里那几个兄弟 我们就从这里下手 我们暂时拿李勇没办法 但是要收拾几个泼皮无赖 还不是简简单单的事 我们找了几家被金秀兄弟欺负过的人家 了解了情况 这一查还真是不得了 有人因为年老体衰 被金家兄弟侵占了宅基地 一家子流落街头乞讨 有人因为被金家兄弟霸凌欺负 退了学 有的因为和金家人产生了口角 被打成了瘸子 金家二哥 甚至还顶替了一名学生上了大学 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学校校长 这些事 在以前可以被人有心地遮掩过去 但是现在可是法治社会 这一桩桩一件件放到现在可都不是小事 刚开始 这些人知道要反抗金家的时候 一个个害怕得连连摆手 在我出钱出力 又承诺会派人保护他们之后 这才同意联手将他们告上法庭 人证物证俱全 金家人百口莫辩 在一系列恶劣事件的影响之下 金二哥被撸了 被判了十年刑期 赔偿顶替的大学生120万元人民币 金家其他人根据事件的恶劣程度 都或多或少判了刑 金秀吉啊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他是求爷爷告奶奶的奔走 在听到受害者们要的大笔赔偿金犯了难 他能咋办 他和家里兄弟关系可好 总不能让他们都待里边受苦啊 能就一个是一个吧 在受害者们的引导下 他把目光盯在了李永身上 他是没钱 可他老公是啥人啊 林海首富的亲爹啊 有了想法 金秀马上就找到了李永 但是李永哪听呀 他早就对金秀没了感情 金秀又是个不能生的 要不是害怕金家的人 他早踹了金秀了 更何况 被金秀兄弟教训惯了 他八部的金家人 全都去蹲大狱 哪里肯拿钱给金秀救人 加上这段时间 李永在我暗戳戳的刺激下 包养了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 这下子 金秀算是彻底被李永踹掉了 金秀也不是好惹的 两人开始互相指责对方 李永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段时间都在干什么 又是赌又是养三的 我告诉你 只要我金秀在一天 你别想把人迎进门 你这个毒妇 老子早就受够你了 从进了门开始 你就一直拿我撒气 你还真当我是尼尼的不成 你一个不会下蛋的老母鸡 还有脸说我养女人 这老子还真不怕告诉你 老子在外边就是养女人了 老子马上就能抱上儿子了 李永说起抱上儿子的时候 腰杆都挺直了 金秀气得鼻子冒烟 好啊 李永 现在你有钱了就翻脸不认人了是吧 你可别忘了 当初你为了和我搅和在一块的时候 干的那些黑心干的事 你要是不给我几个哥哥就出来 小心我给你那破事都抖路出来 让你也去进橘子里去做做客 或 这一听就是有事啊 我坐在监控前只冷起耳朵 只见李永腰杆都挺不直了 连忙冲上前捂住金秀的嘴巴 你这臭娘们 你这是要害死我呀 他紧张地环顾了一下四周 见到旁边没有人才松了一口气 这是你最好给我烂到肚子里 我不好过 你以为你有什么好果子吃 我知道轻重 要不是你不肯就我几个哥哥 我能这样吗 二哥的赔偿金 大哥五哥的和解金 还有另外几个哥哥的保释金 林林总总加起来得五百万 你得给我弄到手 五百万 你疯了 这么多钱 我怎么给你弄来 别说亲爹了 就是亲爷爷来了都不好使 你真以为张宁令人傻钱多 稍得慌 金秀见李勇态度软和下来 他抱着胸 你也别跟我说这些 只要你帮我把这些钱弄了来 我就和你离婚 以后你要想出去玩女人 在外边生个十个八个的 我也管不着 我家里便安顿好了 咱俩也就到头了 以前的那些事 才能真真正正地烂在肚子里 李勇咬了咬牙 目光悠悠地盯着金秀 眼神中仿佛脆了毒 从牙缝里蹦出一个好字 我看着李勇的表情 到底什么事情能值五百万呢 我把监控发给了女儿 这些费神的事情 就交给她去操心 心脑子总是要比我这个 只知道混吃等死的老阿姨 灵光得多 为了配合李勇把戏演下去 女儿当晚就回来了 桌底下金秀使劲地 踢着李勇的脚催促她 我和女儿假装 没有看到他们的小动作 最后 在金秀的白眼攻击下 李勇还是善笑着开了口 宁宁 你最近好像挺忙的 整天不见人影的 钱是赚不完的 也要多注意身体 我悄悄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这还算个人话 要是我不知道她的目的 还真要以为她赚了性子呢 谢谢爸爸关心 我每年都会按时去做体检的 身体好得很 哎 那就好 那就好 李勇地善笑着 不停地搓手 好半天才又小心翼翼地试探着 那个 宁宁 最近这么忙 一定赚了不少钱吧 还行 就那样 李勇将住了 就那样是哪样 我瞪了女儿一眼 你这让人怎么接 女儿才淡淡地问了一句 怎么 你缺钱了 这句话一出来 李勇好像是接收到了信号似的 说话的时候 腰杆都挺直了 也没啥 就是爸爸最近看上了一辆新车 还差一点点钱 女儿这才讶异地抬眼看她 五百万 是一点点钱 她不动声色 多少 李勇笑得欢快 金秀脸上也都染上了笑意 好像这钱下一秒就能进了他们口袋里 也不多 就五百万 女儿闻言 重重甩下手中的筷子 似笑非笑地盯着他们 就五百万 爸 你是老糊涂了吧 还是说 最近把你养得太飘了 五百万在你眼里 都成了小钱了 况且 这五百万 你真是要拿去买车吗 她说着说着 忽然就冷哼一声 眼神似有若无地扫向金秀 只把两人看得心肩发颤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金家好像正缺这五百万吧 两人像安纯似的缩在一起 谁都没有开口说话 你们这么着急 想尽办法地给他们脱罪 可是他们不领情啊 女儿骂悠悠地拿出来一个文件袋 他们在里面 可是全都招了 你们想帮他们 可是他们恨不得给你们拉下水啊 她说着 将文件袋重重摔在桌子上 李永顿时慌了 扑上钱就要去拆文件袋 外面忽然乌拉拉地响起了警笛声 是去橘子里喝茶 还是怎么样 你们自己想想吧 李永下的脸色苍白 跌坐在地 文件袋掉落在地上 她好像想起什么似的 一把扯过金秀的领口 狠狠地给了她一巴掌 金秀牙齿都被打掉了一颗 那牙齿合着血掉在地上 你不是说没跟别人说过吗 为什么你哥他们会知道 你这个贱女人 当年要不是你勾引我 我怎么会失手杀了王永婷 你这个丧门星 当初就不该娶你回来 完了 这下全完了 我好不容易当上了有钱人 过了几天好日子 就这样被你毁了 李永壮若癫狂地 对着金秀左右开弓 金秀哪里被人这样对待过 就在李永又要往他脸上扇时 他找准时机 一口咬上了李永的胳膊 李永吃痛 只得放开金秀 金秀得了自由 抄起桌子上的碟子 就往李永砸过去 嘴上骂骂咧咧 你敢打老娘 要不是我帮你 你以为你能瞒了这么多年 给你连你不要是吧 老娘长这么大 还没被谁欺负过 他气得撸起袖子 顺手抡起旁边的椅子 兜头砸了下去 李永的脑袋灯时开了花 李永气得整个人都扭曲了 他大手一扬 就拍掉了金秀手里的椅子 一脚将金秀踹飞了起来 李永对金秀本来就饥恨难消 这下被打得头破血流 又以为自己事情败露 下手越发很绝 王永平 如果调查的资料没有错的话 这个人应该是金秀的前夫 没想到两个人那么早就私混在一起了 女儿看着两人撕打 趁着他们没注意 拉着我就跑了出来 他面色严肃 妈 报警 什么情况 刚刚不是有警笛声吗 怎么没有人过来 我是炸他们的 谁知道他们身上居然背了人命 一会李永看到文件代理的东西 就该反映过来了 死的就会是我们 忽然金秀凄厉的惨叫声破空而来 仿佛要击穿我的耳膜 我感觉身上的汗毛 一下子炸开了似的 哆哆嗦抱完警 就看到了李永凶神恶煞地拿着刀走了出来 那刀上还滴着血 他眼神阴郁 活像从地狱走来索命的厉鬼 我手脚发软得不听使唤 你这臭娘们 居然敢骗我 老子再不计 也是你爸 反正杀一个也是杀 杀两个我还赚了 三十年前 你就该死了 我让你多活了这三十年 可你居然害我 今天我就是活不成了 也得把你带走 别墅很空旷 李永一下就冲到了我们面前 在力量和速度上 女人天生就是弱势 更何况李永手上还带着凶器 眼看那把刀就要砍到女儿身上 我不知哪里来的力气 冲上前去将李永顶了出去 李永没见血 气急败坏地把刀向我甩了过来 那把刀带着破风的声音直冲我而来 我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瞎意识地抬起手阻挡 我听见女儿尖叫了一声 妈 我眼前一黑 倒了下去 李永因为故意杀人 且情节恶劣 被判了死刑 监控中 李永将金秀杀了之后 才像是恢复了神志一般 他拆开文件袋 发现只是一堆的空白纸张 他顿时明白过来上套了 可是这个时候 金秀已经被他弄得不能再死了 就算明白过来 也不管用了 所以 他追了出来 想把引发这一切的女儿 也给弄死泄愤 庆幸的是 警察来得还算及时 在我下晕过去之后 迅速将李永控制住了 我从医院醒来的时候 一切已经尘埃落定 我忽然想到以前 女儿很小的时候 也曾经被同学欺负地哭了 也哭着闹着要找爸爸 我那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解释 难道要和他说 别的小朋友的爸爸会保护他们 你的爸爸却想要你的命吗 我深知孩子的教育问题 是最令人头疼的 稍有不慎 可能就会走了歪路 我开始带着他看普法栏目 什么弃鹰抛尸 重男轻女连续给他刷了好几个月 里面的父亲穷凶极恶 稍有不如意就对着孩子拳打脚踢 狠心一点地 直接将孩子卖给了人贩子 被人贩子砍去手足上街乞讨 那些孩子的惨状 把他小脸吓得惨白 他好像明白了什么 再也没问我要过爸爸 等他再大一点了 我和他还原了当年的事情 我没有美化他父亲的形象 他有权利 并且应该知道他父亲曾经对他做过那样恶毒的事情 那个时候他抱着我 红着眼和我说 他没有爸爸 但是妈妈也将他保护得很好 女儿逐渐长大 也越来越懂事 他从来没有让我操心过 最让我欣慰的是 女儿的坚强独立 最终让他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 庇护自己也将我护佑其中 现在的女儿清醒又优秀 就算已经三十岁了 是别人眼中嫁不出去的老姑娘 每次听到这种话 我都会忍不住反驳 她有钱啊 这个时代 只要有钱什么办不到 如果让她找一个像李勇那样的老公 我宁愿她孤独终老 当然了 女儿那么优秀 就算到时候养十个八个男模的 也不成问题 哪里就会孤独终老了 想到这里 我亲了一口怀里的小鲜肉 美滋滋 穷鬼就是穷鬼 他们哪里懂得有钱人的快乐 李勇行行的那天 我问女儿 要不要去送她最后一程 女儿撇了撇嘴 她说 有着时间 还不如多赚点钱来得实在 说着又敢行程去了外地出差 不过 我还是去见了她最后一面 不是心软 而是我要告诉她 她在外面养的那个女人 是我安排过去的 人家压根就没有怀孕 她盼了大半辈子的儿子 最后也都成了泡沫 粉碎了 她看不起女人 却最终毁在了女人手中 我的女儿 我宝贝都还来不及 她做出这样丧心病狂的举动 我还没有和她计较 她居然还敢送上门来 那就不要怪我了 我记得那一天 阳光明媚 我想 我也该收拾包袱 去外面看看这个世界了 下面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 婚礼当天 婆婆理直气壮地 让失联二十年的生父上台致辞 并指着我的鼻子 训我 大喜的日子闹个什么劲 你是想让所有人都戳几两骨 骂你不笑吗 而辛辛苦苦拉扯我长大的继父 坐在台下落寞苦笑 我摘下头纱 一巴掌抽在圣母男友脸上 结什么结 不结了 今天是我和乔征结婚的日子 我们为今天的婚礼 不厌其烦地彩排了数次 耐心打磨着每一个环节 只希望留下一场完美的回忆 礼堂里播放着婚礼协奏曲 而我穿着精心挑选的洁白婚纱 站在门外 怀着期待的心情 等待挽着父亲的手臂入场 然而 眼看着入场时间将至 父亲却迟迟没有出现 我有些不安地 四处寻找着那个熟悉的身影 直到那个高大的背影 站到了我的身边 我心里一沉 变了脸色 怎么是你 我爸呢 徐刚脸上露出一个讨好的笑 眼尾的皱纹显得无比刺眼 远远 我就是你爸爸呀 我心头火起 甩开他的手臂 直接推开了宴会厅的大门 思怡正在深情地念着台词 各位来宾朋友们 新娘的父亲将要亲自陪伴着自己的宝贝女儿 踏上婚礼殿堂 现在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他流畅地主持在 看到我独自一人进场时 打了个磕巴 而我一把拍开徐刚 试图从身后拉住我的手 几步走到了台上的乔征面前 我冷声质问 你怎么把他叫来了 乔征 这是我们不是早就说好了吗 他脸色有些心虚 又在台下宾客的窃窃私语中 化为不满和难堪 低声安抚我 圆圆 徐叔叔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 他还健在 哪有让自己继父入场致辞的道理 我的目光落在亲属席上 看到父亲略微勾楼的身影 坐在宾客群中 眼睛一酸 乔征 我姓林不姓徐 一个从我出生到现在 只提供了一个细胞的男人 有什么资格 在我生命最重要的日子里 代替抚养了我二十多年的爸爸 出现在台上 乔征皱了皱眉 而站在他身后的准婆婆王玉芳 已经忍不住了 她上前一步拉住我的手腕 语气强硬 圆圆 是我做主换成你爸致辞的 今天大喜的日子 不是你耍小性子的时候 你是想让所有人都戳几两骨 骂你不笑吗 见我不语 她又低声威胁道 你跟乔征已经领证了 今天这一事必须走完 我们乔家可要 不起连自己 亲爹都不要的儿媳妇 我对她的指责充耳不闻 只像个溺水的人一般 直直地盯着乔征 试图在她脸上 看到一丝愧疚或是心疼 可我只清楚地看到她脸上对我的不赞同 她的语气里透露出失望和不耐烦 圆圆 你懂点事 不要耍脾气了行不行 徐叔来都来了 你现在闹起来 水脸上都不好看 乖 回去我再跟你解释好不好 像是一盆冷水 豆头泼到脸上 我的视线慢慢扫过台上所有人的表情 指尖慢慢变得冰冷 我和乔征交往了两年 她温和孝顺 气质斯文 但我从来都是温柔细致 她分明知道 我小时候是怎么过来的呀 我脑中紧绷着的那根线 断了 在满堂宾客的注视下 我深吸了一口气 示意思宜将话筒递给我 乔征和王玉芳眉头微微一松 似乎觉得我已经让步 徐刚也默默地走上前来 以长辈的姿态站在了我的身边 而下一秒 我将头纱一把扯下来 丢在乔征怀里 又劈头甩了她两个巴掌 对着话筒置地有声 结什么结 不结了 我林源姓林 不姓徐 谁给你的脸 你敢在婚礼上换老丈人 我先把你换了 我来自重组家庭 徐刚是我生理学上的父亲 却在我一岁不到 就出轨离婚 二十多年来 音讯全无 连一分钱的抚养费 都没有给过我 四岁时 母亲带着我嫁给了 现在的父亲林文涛 父亲是个老实善良的人 待我视如己初 也从不嫌弃母亲 因为月子里没能养好身体 长期体弱多病 不能再生养 我们像是普通的一家三口一样 平静而温馨地度过了十多年的时光 可是就在我考上重点高中那年 缠绵病榻的母亲还是撒手离开了人世 家里为了给母亲治病 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 又将面临着不菲的学费 我在母亲坟前跪了很久 内心又是伤心 又是坠坠不安 我担心对父亲来说 我只是个前妻带来的脱油瓶 如今唯一的羁绊也没有了 他会不会 不要我了 等葬礼结束 我小心翼翼地看着父亲 一夜之间花白的头发 跟在他身后不敢吱声 他却像是察觉了我的心思 粗糙的手指 草草擦干脸上纵横的泪痕 对我露出一个憨 后安抚地笑来 放心吧闺女 爸都看好了 南城的工地正在招工 爸这个暑假多搬点砖头 总能攒够学费的 而他也没有辜负自己的承诺 暑假最热的两个月里 我在开着空调的奶茶店里兼职 而他天天早出晚归 天不亮 就带着一大矿泉水瓶的凉开水 六个馒头和一小包榨菜出门 直到天黑了 才满身大汗地回来 他前胸后背的衣服在烈日下湿了干干了湿 都能看到白色的岩霜 可他从没喊过一声泪 有过一句怨言 哪怕所有亲戚都上门或明或暗地提示 只要将我这个脱油瓶丢掉 他就能过得轻松得多 可他只是摇着头笑笑 坚定道 远远喊了我这么多年爸爸 他就是我的女儿 两个月时间 父亲硬生生为我攒够了一万多元的学费和生活费 也因为老实本分的性格和对妻子女儿的责任心 不是没有人给他介绍对象 甚至还有寡妇主动找上门来提出想跟他过日子 还打包票要给他生个儿子 可父亲总说 我要是再娶一个 我闺女怎么办 再说 现在可不兴什么重男轻女了 以后我有闺女给我养老 要儿子做什么呢 他靠着宽厚的肩膀 十年来 一个人供我读书 给我在市区买了一套小小的公寓房 买了代步车 甚至还给我存下了嫁妆钱 他总是笑着跟我说 别人有的 咱们闺女也不能少 而我跟乔征是惊人介绍相亲认识的 他知道我家的情况 准公婆也爽快地表示 亲爸继父 那都是上一辈的事情 只要我们过得好就行 不用在意这些 也是确定了这一点 我才放心地开始与他交往 并在两年后开始筹备婚礼 在彩排阶段 他们也是安排了父亲 牵我走红毯 做婚礼致辞 不善言辞的父亲 很早就开始准备婚礼发言了 我无数次看到他戴着老花镜 在台灯下认真地一字一句地写着什么 不满意就化掉 在笨拙地对着字典查着什么 而徐刚就是在这时找上了门 想要跟我相认 父亲抽着烟沉默不语 我则直接拿着扫帚将他赶出了门 我只有一个爸爸 你一个抛妻弃女的渣男 还有什么脸出现在我面前 可公婆竟不知怎么也知道了这个消息 他们试图说服我 让两个父亲同时出席婚礼 亦被我斩钉截铁地拒绝了 事到 如今 他们竟然想出了这么个先斩后奏的主意 试图道德绑架 让我屈服 他们打错算盘了 我临缘今天要是退让了 我就对不起自己的姓 我看着一片哗然的婚礼现场 和被我打猛的乔征 对着满堂的宾客一字一句道 各位亲友 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 参加我和乔征的前婚礼 今天的婚礼 取消了 大家一定很好奇 我身边这个男人是谁 他叫徐刚 是我生物学上另一半的提供者 也是在我26岁人生中 整整缺席了25年半的所谓亲生父亲 就是这个人 在我妈坐月子的时候 带着小三打上门来 嘲笑她是个生不出儿子的破鞋 逼着她伺候小三给她坐小 害得我妈落下一身严重的月子病 没等到我成年 就撒手人寰 就是这个人 在离婚时 卷走了家里所有的财物 丢下病弱的我妈 和不到一岁的我 这么多年来音讯全无生死不知 连一分钱抚养费都没有付过 也是这个人 在我婚礼前突然找上门来要跟我相认 端着父亲的架子 想让我给他买房养老 享受所谓的天伦之乐 我示意灯光时 将一束光打到了满脸通红的徐刚身上 徐先生 请问你哪里来的勇气 赶在我的婚礼上 一而再再而三地找存在感 是当年的小三没给你生出儿子 还是你家庭不幸儿子不孝 终于想到还有个血缘上的女儿 可以割韭菜摘桃子 但凡有点良心的人 都做不出销声匿迹二十多年 在认亲被拒后又出现在女儿婚礼上 至于我的前未婚夫一家 我们订婚礼流程的时候 是我没说清楚还是你们没戴耳朵 你们有什么资格对我的家务事 指手画脚 擅自决定谁致辞谁坐台下 与皇大帝的脸都没你们大 乐山大佛都应该让位给你们坐 还敢威胁我 闹起来丢脸 你们是想道德绑架谁呢 这么圣母 这么共情一个抛弃妻女的渣男 不得不让我怀疑 你们乔家的家风家训 今天南方的财礼给了八万八 其中三万还是找我借的充门面 聊天记录和转账停证都有 趁着今天大家都在 也好做个见证 这五万八 请王阿姨当着全场的面 清点清楚带走 免得日后上门讨要 再有 今天的婚宴是女方主场 请女方的各位宾客吃好喝好 男方的红包 我们会如数退还 也请我的前男友 带着他那帮亲戚闻名退场 乔征和我那对前准公婆的脸色 都很不好看 在我发言到一半的时候 他们就想扑上来抢我的话筒 只不过被我爸和几个娘家的兄弟挡住了 王玉芳气得发抖 鲜红的手指甲指着我的鼻子 就是一连串脏不可闻的国骂 林源 你这个有娘生没娘养的赔钱货 能嫁进我乔家 是你上辈子烧高香修来的福分 我这就叫乔征跟你离婚 我倒要看看 谁会要一个二婚的破鞋 我好整以侠地给他递上话筒 王阿姨 您尽管骂 也好让各位宾客看看 你们老乔家的教养有多么高尚 你个贱蹄子 他还没说完的脏话一噎 面色猙獰的想要扑上来挠我 被我脱下的高跟鞋 一鞋跟敲在手背上 发出一声痛呼 我微微一笑 您不是成天吹嘘自己儿子 有多受欢迎 连单位大领导的海归女儿 都哭着喊着要嫁给他吗 我今天正好成全您儿子了 你不是该感谢我才对吗 请问乔征的同事在哪里 麻烦向领导转告一下 乔征的婚礼黄了 要是想招他当女婿 还请抓紧 不然他们老乔家的儿子 多的是女生上赶着要嫁给他呢 在满堂的嘲讽里 王玉芳面皮抽动 冲血的眼底死死盯着我 几乎要晕厥过去 而面色猙獰的乔征 对我高高扬起巴掌 也被我的娘家兄弟一拳打翻在地 一片混乱中 乔征一家人和徐刚灰头土脸的 被赶出了宴会厅 男方亲属也陆陆续续地离了场 头发凌乱的王玉芳 怨毒地看了我一眼 丢下一句到时候 别跪着求我要当我家儿媳妇 就恨恨地离开了 而父亲安抚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闺女 没事 乔征家没一个名士里的 你嫁过去也过不上好日子 爸爸都支持你 一腔孤勇的热血 慢慢冷却下来 我眼眶一热 忍不住靠在她肩头落下泪来 婚礼闹剧第三天 乔征给我打了个电话 圆圆 知道错了没 我妈擅自把你爸换了 是做得不合适 可她心是好的 你看你后面闹得这痛 把我家的面子都丢光了 我妈这次被气得够呛 你赶紧买点保健品什么的 上门来道个歉 让她把气给消了 不然 她真得逼着我们离婚了 彼时我正在查旅行攻略 准备一周后 带我爸出门散心 闻言几乎气笑了 乔征 你在开什么玩笑 该上门道歉的 是你妈才对 明天有空没 我们去民政局吧 离婚正扯了 从此路归路乔归乔 也不耽误你找白富美 乔征欲言又止 旁边的王玉芳的破口大骂 已经通过话筒 隐隐约约地传了过来 答应她 我看下不死林园这小贱人 给脸不要脸 我还真不信她舍得跟你离婚 一天天地把离婚挂嘴边吓唬谁呀 我倒要看看 她这么个二手货 以后还嫁不嫁地出去 一旁还有别的亲戚在拱火 可不是 还没进门就这么闹腾 不好好收拾拿捏住了 以后不返了天了 要我说 明天得让她给你好好下跪敬茶 立立规矩才行 我冷淡地笑了 乔征 明天上午九点 带好资料 民政局见 谁耸谁就是孙子 第二天 乔征准时出现在民政局门口 她穿着一身挺刮的白衬衫 娇紧地对我抬起下巴 林园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跟我回家好好道歉 争取我妈的原谅 我们还能不离婚 以后赶紧生个儿子 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还是能好好过日子的 我连白眼都懒得翻 回头对着门里喊了声 爸 我爸和几个人高马大的娘家兄弟 从里面走了出来 乔征的脸白了 爸 我爸沉着脸白白手 我当不起你这声罢 赶紧去把离婚证领了 别再纠缠了 乔征如动着嘴唇 到底在三个男人虎视眈眈的目光下 败下阵来 一句话也不敢多说 乖乖地跟我办完了手续 走出民政局大门时 我拿着离婚证对她示然一笑 你妈在家等我敬茶等了很久吧 告诉她 这辈子都等不到了 想摆婆婆的款 也得看她这辈子有没有这个福分 一周后 我向公司请了一个月的年休假 准备带上我爸出门旅行 回到小区时 却见平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们 都在用自以为隐秘的目光 偷偷看着我 时不时交头接耳 难怪这孩子这么紧张他爸爸呢 连老公都不要了 我说呢 那时候我给林老弟介绍再婚对象 他还不愿意呢 原来那时候就 嘖嘖嘖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没有血缘的妇女住在一起 时间久了 关起门来谁知道能发生什么事呢 哦 这也太恶心了 直言片语传入耳中 我心里隐隐有些不安 一把拉住对门 正在磕着瓜子的陈大婶 婶子 你们在说什么 他躲避着我的目光 没 没什么 那个 圆圆了 婶子 也算是看着你长大的 就算你跟老林没有血缘关系 有些事还是做不得的呀 我如坠冰枯 一个极为荒唐的猜想 在脑中浮现 在正愣间 陈婶已经正开了我的手 藏皇扭身关上了自家大门 这时我的微信上收到一条来自朋友的信息 圆圆 现在本地论坛上到处都在传你跟你爸的黄瑶呢 是谁要整你呀 快想想办法 我凭住呼吸打开手机 只看到无数个夺人眼球的标题 正在被大肆转发 女子不认亲父当众毁婚 原因竟是继父 女子与继父不可言说的二三事 论现代同养习的养成 到底是人性的缺失 还是道德的沦丧 我颤抖着点开其中一个链接 里面用春秋笔法 轻描淡写地将徐刚抛弃弃子的过往一笔带过 反而以知情人的口吻 暗示了我和继父之间的不正当关系 和作为无辜受害者的乔征一家的心路历程 甚至在文章的最后 徐刚以一个宽容而无奈的父亲形象 向我喊话 声称 只要我愿意迷途知返向他认错 他永远承认我这个不孝的女儿 我气得全身发抖 王玉芳得意非凡地给我打来电话 林源 听说你竟然跟你爸有一腿 嘖嘖嘖 我就跟阿征说 重组家庭出来的女孩子 都又花又随便 脏得很 他还不信 当初得亏你高抬贵手 没进我们乔家的大门 没得脏了我们家的空气 真是个晦气玩意儿 而接下来的时间里 各路陌生电话 接二连三地打了进来 数不清地污秽短信 也接连而至 你是不是有病啊 母女共事一夫的感觉怎么样 以死谢罪吧贱人 乱轮狗都该去死 我要是你妈 在你生下来的时候 我就该把你淹死在马桶里 你这种人活着都是亵渎空气 寂寞骂贱人 要不要搁个晚上来陪你啊 肯定比那老不死的 更能让你爽翻天 哈哈哈哈 我的胸口像是被厚实的棉花堵住 沉闷得喘不上起来 我清楚地意识到 自己被造黄瑶且网爆了 巨大的愤怒和荒诞席卷了我全身 就在下一秒 一只有黑的手抽走了我手中的手机 爸爸沉稳地看着我 语气坚定 闺女 你爸我活了大半辈子 再大的风浪也都挺过来了 爸只知道 真的假不了 假得真不了 别怕 在短暂的混乱后 我极力冷静下来 开始准备反击 我曾在大学时出于兴趣 旁听过法律系的课程 直到应对谣言的第一步 就是固定证据 发帖人的ID是一个匿名小号 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有用信息 但是问题不大 我通过录屏和截图 将原帖内容全部保存下来 着重对转发量 评论术和遭遇的骚扰电话短信 做了标红处理 并通过在线平台做了公正 第二步 委托律师起诉谣言发布平台 要求平台方提供造谣者的身份信息 并对不实谣言做删除处理 但起诉也好 谣言的澄清也好 都需要时间 即便我已经向各个转发谣言的营销号 发出了律师函 但事件热度在短期内根本无法平息 毕竟自带擦边的消息 更能引起人们超出一般的热情和关注 他们需要的从来都不是真相 而是一个能自由狂欢发泄和吃人血馒头的契机 而我收拾好心情 依然按照原计划 带着父亲踏上了旅程 同时 我也找了斯家侦探 请他密切关注乔征一家和徐刚的一举一动 大半个月后 在我带着爸爸一路西行 最终到达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欣赏着恶魔之眼爱肯全时 斯家侦探发来了这一家子的最新动向 有王玉芳跟着一众老姐妹跳广场舞的 有乔征拎着公文包日常上班的 有徐刚坐在茶馆里 跟旁人喝茶聊天吹牛的 有王玉芳独自一人上街买菜的 在重金加持之下 就连徐刚过去二十年的大致经历 也被斯家侦探查得明明白白 嗯 我将图片放大 仔细观察着上面的细节 无数念头闪过脑中 串成了一条模模糊糊的线 两天之后 律师一告诉我 平台提供了发帖人的注册手机号码 我对比了手机通讯录 是个陌生号码 而后 我花五十块钱 找了个跑腿小哥 给这个号码打了电话 声称自家上市公司 正在做老年人保健产品的推广试用 而对方正好符合试用条件 不日便会有免费产品邮寄上门 请他配合登记下地址姓名等相关信息 号码的主人果然上当 小年轻将电话录音和登记的地址信息交给我 我将证据保存上 我将证据保存上船慢慢勾起唇角 不出所料 那果然是王玉芳的小号 看来是时候结束这场旅行了 回家后 我给乔征发了条信息 情真意切地表示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就算以后做不成一家人 也希望能有机会上门道歉 在各位亲属的见证下争取王玉芳的原谅 并随徒附上了贵重的藏族虫草作为歉礼 乔征很快便回复了 他以娇精傲慢的语气表示 既然我已经知错了 那他们乔家也是通情达理的人家 自然也懂得冤家以解不一结的道理 他甚至暗示了 我们也不是没有重修就好的机会 一切都看我的诚意 我差点要吐出来 于是我们敲定了 三日后 我会亲自带着我爸上门致歉 而到了那日 我看着满院子看好戏的男方亲属 和王玉芳那副高高在上的嘴脸 平静地垂下眼 好不容易才忍住即将溢出唇边的笑声 王玉芳倒是坐足了派头 见我和我爸进来 他坐在椅子上抬了抬眼皮 阴阳怪气地来了句 哟 这不是咱们家高攀不起的前儿媳妇吗 怎么 结个又是什么风把你们妇女俩吹来了 他在妇女两字上恶意地加重了音 引来围观人群中一阵不怀好意的哄笑 他脸上更是得意 刻薄的脸上透着快意和恶毒 当初我说什么来着 离了婚的二手破鞋没人要 跟自己继父睡在一起的乱伦货色更没人要 当初你是怎么威胁要跟我儿子离婚的 现在哭着喊啄想来复婚 门都没有 我只做不知 唇角含笑地将廉价保健品放到他身前 清了清喉咙道 王阿姨 前阵子是我不好 今天来给您赔礼道歉了 您大人有大量 肚子里又怀着孩子 气坏了身子可不值当 他得意非凡的表情僵住了 围观的亲戚里传来轻微的窃窃私语声 而乔父则直直地盯着他的表情 面露探究 乔征皱眉呵斥我 林远 你要道歉就道歉 胡说八道些什么 我委屈又惊讶地抬高了声音 我没有胡说呀 我在医院的朋友告诉我 王阿姨一周前还去妇产科做了产检呢 孩子都四个月了 这种大好事怎么能藏着掖着呢 你看 我朋友生怕认错了人 还特意拍了张照片给我呢 我从口袋里抽出洗了树 十份的照片 故意往聚集的人群中用力一洒 照片上面赫然是坐在妇产科后诊区的王玉芳 全场哗然 无数目光都看向了王玉芳宽松衣服下 戴着坠肉的肚子 乔征不可置信地看向王玉芳 妈 林远说的 是真的 王玉芳那副气定神贤的样子早已全无 保养得宜的脸上 又是难堪 又是猙獰 你个满嘴喷粪的贱人 造谣可是要坐牢的 我微笑着耸了耸肩 这要是没影的事 我怎么敢胡说呢 您要是觉得我在造谣 大可以报警 再去医院验个血 看看您肚子里 到底有没有徐刚的儿子 要是没有 我临缘愿意三桂九寇给您道歉 并赔偿您名誉损失十万元 像是一连串的废水掉入油锅 在我的言之凿凿之下 乔家的三姑六婆 各个眼貌金光竖着耳朵 拥挤着往前迈了一大步 我没听错吧 徐刚的种 那个林远的亲生爸爸 怪不得玉芳那时候 铁了心要让林远认回亲生父亲呢 这么插手人家的家务事给人家打算 感情是有私心在呀 思 你这么一说 好像也说得通啊 我在此起彼伏的抽泣声中 对着面色红白的王玉芳 微微一笑 王阿姨 之前您说得对 徐刚好歹是我的亲生父亲 虽然这二十多年来 我没见过他一眼 也没得过他一分钱 但还是得关心关心他 过得怎么样 这一关心不就巧了吗 原来他还是您的中学同学兼初恋男友啊 您那时候的班主任记得可清楚了 当时他棒打鸳鸯拆散了你们俩 您可是哭了整整两个月 眼睛都肿得跟桃子一样呢 后来徐刚出轨离婚 倒是过了十多年夫妻美满的日子 可惜他人到中年投资失败 小三卷了他全部钱财跑了 他走投无路之下上门找我 竟然发现我前未婚夫的妈妈 就是他三十年前的旧情人啊 这不是无巧不成书吗 还是您这个昔日恋人 用自己的私房钱向他伸出了援手 果然是学生时代的情意 真是纯真又美好啊 您看 我这儿还有徐刚陪您产检的照片 你们一起进出酒店的照片 徐刚一个人逛母婴殿的照片 虽然徐刚对我来说 是个不称职的生理学父亲 可他对您肚子里的孩子 感情可是深厚的很啊 如今您老树开花跟初恋再续前缘 又老 棒怀珠得了个老来子 可得照顾好自己 要是气出个好歹 徐刚就真没儿子养老了 您说 我要是再不上门给您道歉 不就是罪人了吗 王玉芳已经说不出话来 而乔征摇摇欲坠地站在原地 一副恍恍惚惚的模样 乔父一言不发地丢下手里的照片 面色铁青地站起身来 揪住王玉芳的衣领将他拖倒在地 随即几个重重的巴掌扇了上去 人群一片混乱 直到王玉芳挨了四五个巴掌后 才有人反应过来 大呼小叫地将乔父拉开 又有几个妇女将王玉芳扶了起来 王玉芳的脸迅速肿得不成样子 甚至从口中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和半颗牙齿 他蜷缩在地上大呼小叫 眼泪鼻涕呼了一脸 乔征一脸苍白地站在原地 看着王玉芳的眼神 像是在看一个从来不认识的陌生人 王玉芳与他目光相处 像是被烫到一般 心虚地转到一边 却又在看到我时变为刻骨的恨意与阴毒 而我歪了歪头 向他出示了手机上120的通话记录 在他促然变色的脸色中 无声地做了个口刑 不、用、谢 万般不情愿的王玉芳 还是被救护车拉到了医院 乔家的一众亲属 也乌央乌央地赶了过去 在听到医生需要住院保胎的结论后 全场爆发出热烈的讨论声 而徐刚鬼鬼祟祟的背影 一出现在急诊室门口 就在20分钟前 我用不记名电话卡给他发了短信 以王玉芳的语气告诉他 自己不小心动了胎气 正在医院保胎 他果然来了 徐刚在看到走廊里那么多乔家人后 迟疑了片刻 拉低帽颜 郑玉转身偷偷离开 而我眼尖地发现了他 扬声道 徐叔叔 您怎么不进来就走了 不看看您初恋肚子里的孩子吗 当初您还年轻 不知道体谅我妈刚生完孩子 就出轨离婚也就算了 如今您都50多了 王阿姨又是拼着自己50多的高龄 也要给您生孩子 您也该懂得心疼人了吧 一瞬间 无数认识不认识的目光 都集中到了他身上 围观的人群中 不少人拿起手机开始摄像 徐刚有些僵硬地转过头来 脸皮抽了抽 露出一个尴尬的笑容 你这孩子 瞎说些什么 我笑而不语 双眼赤红的乔征 已经一个剑步冲上去将 他灌倒在地 一拳一拳重重地打了下去 徐刚猝不及防 被重摔在地 我似乎听到了一声骨头断裂的脆响 兵荒马乱之下 医院的保安围上来 将他俩分开 并拨打了110 一众亲属围着乔征父子 开始七嘴八舌的劝慰 也将事情始末 源源本本地摊在了吃瓜群众面前 几个嗅觉敏锐的年轻人 已经开始直播 并加以解说 惊 母亲老傍怀猪 成年儿子和情夫在医院大打出手 这到底是人性的缺失 还是道德的沦丧 真爱无罪 潜惜穷瑶剧 对上一辈三观的影响 也有认出了我们的 自己妈妈竟然不声不响 怀了前岳父的肿 这辈分到底该怎么算 我看着本地论坛上 热度飙升的几个直播帖 微微一笑 在徐刚声嘶力竭的喊痛 和我要告你的怒吼中 悄悄离开了医院 乔征对徐刚的暴打无可辩驳 当场就被警方拘留 因为故意伤害致人轻伤 他很可能面临三年以下的牢狱之灾 在自媒体的推波助澜下 一波一波的网红跑到医院 乔家 乔征的公司 甚至是派出所门口采访直播 乔家的三姑六婆们 收了采访者的好处 一个个在屏幕前说得慷慨激昂 唾沫横飞 他们甚至还翻找出了王玉芳学生时期的日记本 和夹在书中的定情信物仔细展示 着实让公众的狂欢 又攀上了一次高峰 乔征的公司不堪其扰 将他解聘了 而叫头烂额的乔父 不得不给徐刚支付了单人病房的钱 好吃好喝给他供着 并捏着鼻子让王玉芳向他道歉 希望对方出具谅解书 正在住院保胎的王玉芳 便一个人进了徐刚的病房 两人关起门来说话 却不知道是哪个直播博主 为了得到第一手消息 偷偷在徐刚的单人病房里 安装了隐蔽的针孔摄像头 当晚是二点 两人在病房里的一言一行均被播出 着实给他引来了一大波流量 画面上 王玉芳穿着医院的病号服 一张脸在短短数天内 苍老了不止五岁 却偏偏要做出一副 楚楚可怜的小白花姿态 刚搁 徐刚的腿上打着石膏 被打断的鼻梁上 缠着厚厚的纱布 面对着窗外一言不发 王玉芳则直接拉着他的手 放到了自己肚子上 刚搁 你摸摸咱们的孩子啊 徐刚面色稍缓 王玉芳则趁热打铁 刚搁 看在我们孩子的情分上 你就原谅小征吧 他也是 一时接受不了 徐刚从鼻子里冷哼一声 玉芳 你的意思 我就这么吃下这个哑巴亏算了 你倒是心疼 你跟乔老二生的儿子啊 王玉芳忧愁得醋眉 全然不知 自己那副东施笑皮的模样 有多么辣眼睛 刚搁 好歹咱们这么多年的情分 把事情做 绝可就真成仇家了 他顿了顿 脸上浮现出一丝娇羞 借着这个机会 我也正好跟乔老二离婚 以后 咱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 徐刚的脸上飞快地闪过不耐和嫌恶 却又很快按捺下来 换成了一副深情款款的样子 那好 我要赔偿十万 你离婚的时候 再多分些钱 还有乔老二 在市区的那套房子 也要带走 眼下他唯一的儿子 还被我拿捏着 不怕他不同意 王玉芳有些迟疑 这不太好吧 那房子是给阿征当混房用的 只是怕儿媳妇以后分房产 才一直没过户给他 徐刚温柔道 你这个傻丫头 这么多年了 还是这么心软 你就是不为自己想 也得为肚子里的孩子着想啊 乔征一个成年人 有手有脚 多少钱都能自己挣来 我们就不一样了 五十多岁也找不到什么好工作 真等着以后生了孩子 坐吃山空吗 在徐刚的柔情洗脑下 王玉芳很快便答应下来 他到底是一难平 又对我咬牙切齿大骂起来 都怪林园那个贱人 要不是他在背后拱火 咱们也不至于这么被动 徐刚倒是有几分漫不经心 你前阵子不是找人给那丫头造了黄瑶了吗 不过我看那死丫头油颜不尽 脸皮也厚得很 要怎么对付她 咱们日后还得多想想办法 王玉芳不甘不敬地骂了我一通 徐刚的心思却早已经不在此处 他暗示地抹扎着王玉芳的手心 赤裸的目光在他身上寸寸扫过 玉芳 咱们可是好久没一起了 我这回为了你可是遭了老罪了 你是不是得补偿补偿我 王玉芳娇称地丢过去一个眼波 讨厌 徐刚的手已经不安分地伸到了他的衣巾里 到底顾忌着孩子 两人没有真刀真枪 却也在病房里别出心裁地温存了好一会儿 博主很有法律意识地给画面打了马 只留下满屏腊耳朵的娇喘和呻吟 全网都见证了这对老房子着火的旧爱事 多么地激烈和情难自尽 弹幕 爆了 第二天 宝刀为老徐刚哥和傻丫头王玉芳成了当地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存在 无数人装作有意无意地路过两人的病房门口 只为了亲眼看看这对当代西门庆潘金莲是什么样子 乔傅已经彻底不出门了 他也有了个名字 叫最惨五大郎 也因为徐刚王玉芳谈话中透出的细节 针对我的谣言也被攻破了 我和父亲得到了无数人的同情和歉意 邻居陈沈更是拉着我的手 大骂王玉芳和徐刚丧良心 不得好死 也有很多人义愤填膺地建议我报警 让始作俑者付出应有的代价 而我浏览着电脑上愈发完整的证据链 微笑着安抚他们 还不到时候 王玉芳肚子里可还揣着个免死金牌呢 如今所有埋下的雷都已爆炸 还剩下最后一颗 我 拭目以待 而另一头 乔傅在看到枕边人的盘算后 恨得红了眼睛 他干脆破冠破摔 将手机狠狠砸在王玉芳脸上 告诉他 要么拿着离婚证 净身出户滚 要么他拼着不要乔征的前途 也要把他绑在家里折磨到死 反正 那孽种生下来就是个私生子 就算是有个风吹草动腰折了 也不爱着他什么事 王玉芳怕了 一个月后 王玉芳前脚在无数人的骂声中领到了离婚证 后脚就厚着脸皮跟徐刚领了结婚证 他们唯一得到的就是五万元赔偿款 两人在民政局外还被无数路人丢了臭鸡蛋和烂白菜 乔征也在得到谅解书后被放了出来 整个人瘦得不成样子 阴郁得像是换了个人 没等两人尽情享受没修没臊的婚后生活 我就将徐刚到处撩骚和出入按摩店的证据 匿名发给了王玉芳 里面多的是朱新之言 那女的不过是倒贴上来的 也不看看她自己长的什么德性 我不过勾勾手指 她就跟八百年没见过男人一样扑上来了 见不见那 三十年前 我就是跟她玩玩而已 三十年后 我还能看得上她 肚子上的皮都松垮成那样了 看着都恶心 王玉芳彻底疯了 两人在租住的房子里大吵一架 将能砸的东西都砸 了个遍 从屋里打到屋外 又大大的出了把风头 徐刚被挠得满脸开花 将王玉芳推倒在地 狠狠地朝她催了口唾沫 头也不回地走了 王玉芳一个人在房子里等了七天 也没见她回来 就跟二十多年前抛弃我母亲一样 徐刚再次卷着所有财物 抛弃了她所谓的情人 王玉芳打掉了孩子 失魂落魄地回到乔家门口 静坐装可怜 痛哭流涕地希望乔家父子再接受她 只是她早已重叛亲离 丢了工作又被母亲算计婚房的乔征 更是将她视为仇人 她到处卖可怜 但她的嘴脸如今人尽皆知 没有人会同情她了 她和乔家父子都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 而我带着之前固定好的证据和视频中两人的谈话记录正式报警 并通过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王玉芳通过登报 录制视频等方式公开道歉 并赔偿经济损失三万元 因为证据确凿 且转发数点击数均远远超过五千 达到刑法第246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标准 王玉芳诽谤和损害名誉罪成立 警方正式立案 他将面临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拘役 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见他摊上官司 乔家父子更是对他必如蛇蝎 王玉芳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 而我带着工作以来的积蓄辞掉了工作 卖掉房子 带着爸爸到了一处南方的东暖夏凉的城市定居 我成了一个自由职业者 每年都会抽出两个月的时间带着父亲到处旅行 而乔家的消息依然通过以前的朋友源源不断地传到我耳中 因为丑闻 乔征在当地的名声彻底臭了 找不到好工作 也没有好人家的女儿愿意嫁给他 在蹉跎到三十多岁后 他不得不娶了一个外地的二婚伏地摩老婆 日子过得鸡飞狗跳 而王玉芳在出狱后 竟然又跟回来找他的徐刚混在了一起 徐刚染上毒瘾 日子过得很是拮据 不得不回来找当初那个对他死心塌地的情人 而王玉芳竟然也接受了他 只是在一周后的深夜 他趁着徐刚熟睡 将一大锅滚水倒在了他的头上 徐刚在睡梦中被活活烫死 王玉芳因为故意杀人罪 将在监狱里度过余生 而我漠不关心地退出手机页面 对 这窗外满院子盛开的鲜花 深深地吸了口气 父亲正在院子的另一边 试弄他种下的蔬菜 脸上的皱纹舒展而轻快 六月的微风不燥 阳光正好 我也会 过好自己的生活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过去终将会过去 但故事已然成故事 您的点赞和订阅 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 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